我想剛剛在前面那個程序發言的時候 其實我是準備在最後正式的這個質詢的時候來問部長 不過因為在程序發言的第一個 剛剛陳怡銘委員就已經有提到我 所以我想我一定要來這邊回應一下 首先我想先講整個這一次討論的 參加這個WHA的這個過程裡面 當然我們對很多人都有不一樣的意見 對不一樣的立法委員的這個發言也有不一樣的意見 但是從頭到尾 我們都保持一個希望國會在外面有一貫的立場 尤其對WHA有一個一貫的立場 即便國民黨不支持時代力量的這個 在國會共同發表的這個聲明 我們還是希望在外面不要互相批評 回來我們也沒有互相批評 如果陳怡銘委員有去看 檢視我過去這幾天的這個發言 我提到的都是極黨的委員雖然 可能有不同的立場 但是為了國家在外面努力 國民黨的委員陳怡銘委員在市區參訪的時候 我的助理他的確本來是一個記者 但是他在那邊的過程裡面 他沒有接受 他沒有 發稿回來給他的報社 他在那邊做的事情是什麼 我相信陳怡銘委員也有看到 他做我的翻譯 他幫我 帶我的東西 他幫我聯絡 他幫我側拍 幫我做文書工作 甚至於他幫大家側拍的照片 也有給陳怡銘委員 陳怡銘委員也貼到你的臉書上面了 如果你覺得他就是一個不該在的人 你應該就請他 你也不要拿他的照片 也不要把他放到臉書上面 第二個 為什麼國內的媒體跟國際的媒體 訪問我的時候 我有辦法帶著你呢 那一天不是一個記者會 那一天是媒體邀訪我 最後變成所有的委員 都可以一起去媒體訪問 這個過程我沒有任何問題啊 但是 什麼叫做媒體為什麼只通知我 媒體要訪問我 我就要通知你嗎 今天我要帶你一起去梳離市嗎 最後我只講一個部分 你在那邊發言的時候 你說你沒有講九二共識嗎 九二共識是不是現在這個政府的立場 你是不是 在隊友幫的時候你講九二共識 你是不是 希望透過外交管道 給陳馮富貞 去發表你們國民黨的九二共識 你自己說你對陳馮富貞 有你們的私交 你在私底下 跟他喝個小酒吃個飯 去告訴他你的九二共識 我沒有任何意見 你說你希望透過正式管道 發表你們國民黨的九二共識 這個我就非常的有意見 好登記 接下來是江啟臣委員 好江啟臣委員不在齁 我們說